星宇航空自创立之初 就以台湾阿联酋为目标 希望能为台湾航空业注入新活力 近日星宇航空释出机上安全宣导影片 有别于传统航空大多由真人演绎 星宇航空采用动画的形式 高质感引起热议 大部分的机上安全影片因为千篇一律 所以很多人上飞机后就在做自己的事 而不会认真看 但星宇航空从两年前就开始筹划 是资三千万座主动画版机上安全影片 星宇航空构筑出一个星宇宇宙 并设计了一个科幻感的航站 还有各式各样充满创意的星际旅客 Star Wonders星探者 这些鲜明的角色未来也会录据在 星宇航空的社群宣传中现身 机上安全影片以双语方式呈现 提醒乘客要关手机 系安全带 角色动作活灵活现 一点也不会呆板 其中的空服员更是具有台湾人的外观特色 仔细看还有笑起来的酒窝 透过动画的呈现方式 影片也更能展现航空安全要点 解构的场景一下子就可以分辨清楚 最厉害的是 这部精致的动画还是由台湾公司制作的哦 看完这样生动的表达方式 马上就想看第二次了 赶快来看看星宇航空的机上安全影片啊 星宇航空预计在明年1月23日首航 看到这么用心的机上安全影片 更期待正式起飞的日子了 来云 明年1月23日的电影